记者苏方和台北报道,社会案件频传,国民党主席吴敦毅在6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说,应执行死刑,民进党7月4日召开中常会,一名有立委身份的常委也表示,基层有类似声音,不过在场所有预会者则是很有默契地已读不回,继续讨论水果产销问题。 民进党今天召开例行中常会,与会者除了党务主管和立法院党团干部外,都是党内各方势力的代表,与会者透露,今天常会由执政稳定的桃园市长郑文采进行报告,此外,会中多在讨论最近的水果产销问题。 有一名立委则是谈到最近社会案件频传,基层认为那些已经确定的死刑或许可以执行,不过与会者都非常有默契地已读不回。 与会者转述,总统蔡英文在中常会上,特别关心近日农产产销失衡的问题,看起来是有点生气,不过后来她也自嘲现在讲话不能太大声,不然等一下又被转述说她震怒。 据转述,蔡英文也问你们告诉我,下一个是哪个水果?律伟们异口同声地说,火龙果。 蔡总统则说,那农粮鼠就应该要赶快预防,不要再失血。 会中也有民进党立委替帮农委会还夹,说有规划要做一些事,包括登记收购,冷炼制度等,但总统就回一句,登记收购为什么明年才能做? 行政部门则是没有说话。